台灣有81億 而這三個國家裡面 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戰爭 已經死亡超過100萬人 受傷更有幾百萬人 國家已經完全的破產崩潰 再看到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戰爭 目前傷亡已經超過10萬人 而第三個正是台灣海峽 支援台灣81億美金 我們對於美國 對於現在世界三大火藥庫的 其中之一的台灣海峽 我們對於即將面臨的兵凶戰危 我們深深的表達憂心重重 而台灣的百工百業 不斷的向國民黨來陳情 現在整體的景氣 真的希望兩岸 能夠全面的恢復交流 台灣不是只有科技業IT產業 各有百分之九十幾以上的 我們國家的就業人員 是包括服務業製造業 以及觀光產業農民等等 對於廣大的民意的不斷的訴求 國民黨傾聽民意 回應民意 勇敢承擔 此次的兩岸和平破冰之旅 不只要降低兩岸緊張的氣氛 更讓兩岸同胞能夠全面的來交流 平破冰之旅 以後 好